烧烤江湖派别林立,但肉是绝对王者,可总有剑走偏锋的烤品,在诱人的烟火中点亮深夜。 对于那些鸡场碌碌的夜猫子,尹妈妈风靡二十年的烤猪脚和烤鸡爪值得一输。 二十年前,她的烧烤摊霸气出场。 三张桌子,一盏灯,曾是尹妈妈的全部装备。 刮风下雨,寒来暑往,每个深夜总有尹妈妈出品的烧烤,等待着那些为生计奔波,为创业费寝忘食的人们。 伤心失落也好,春风得意也罢。 只要你在深夜品尝过尹妈妈的烧烤,被她的火爆脾气大嗓门震撼过。 你就自然成了尹妈妈忠实的回头客。 要是为赶紧吃上一口,你不得不亲自动手做她的帮工。 帮她打扫卫生,擦桌子,你就永远忘不了深夜的昆明那一盏灯和三张桌子的温暖。 这个形象在昆明的老时刻心里固定下来,不知是谁,给尹妈妈的烧烤摊起了个名字,江湖一盏灯。 二十年过去了,三张桌子的小店,跟随着昆明城日新月异的脚步,升级成了眼前这间大店。 当年的尹妈妈也把接力棒交给了女儿曹丽萍。 但熟悉的味道依旧没变。 吃过尹妈妈烧烤的老时刻,每次必点这两道经典菜。 美味的秘密在于精细的准备。 尹妈妈的烧烤每一个环节都极其用心。 直到现在,每天制作烧烤前,尹妈妈还是要亲自把关。 不论是猪脚还是鸡爪,尹妈妈在备料的时候,始终遵循同样的流程。 反复用清水冲洗,直到把鸡爪和猪脚都洗到洁白。 食材的腥味在反复清洗中自然淡化,而肉质也在瓢洗中变得柔和均匀。 食材洗好,分别放入大锅中煮至沸腾。 15到20分钟后,再调小火慢慢熬煮20到30分钟。 熬煮之后,烤出来的肉才酥软适口。 但要让烧烤达到实之不忘的境界,最关键的修炼还在后头。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密制鲁水,装弄鸡脚就这样用的。 里面有20多种骨料配在一起。 调制鲁水,那可是尹妈妈的顶级机密。 这锅老卤水从开业那天就没换过。 已经持续使用了20年。 一年365天,每天都有专人照管,加料熬制。 卤制需要小火炖卤,好让食材吸满卤水的香气。 炉好的鸡爪和猪脚要成为一道美味,必须经历炭炉的三昧真火。 炭自然要选上好的木炭,因为烧烤讲究的是大火、高温、极烤。 火盆里的火苗飞舞跳动,暗红色的炭露出了白边。 这才是上炉烤制的最佳时机。 虎风鸡吹红炭火。 猪脚、鸡脚在火焰的催化作用下瞬间蓬化。 鲁味的浓香混合着蛋白质的焦香立刻生腾起来。 在清烟四起的瞬间,撒上秘制烤料。 火候正好,此时果断出炉,装盘。 吃鸡爪和猪脚最大的乐趣就在于骨肉筋之间的那点纠缠。 唇齿之间瞬息咀嚼,偶尔咬到筋,那便都是满满的快乐。 烧烤的美妙滋味就这样征服了各地食客的味蕾。 烧烤,讲究独家秘制。 一家一个口味,绝不重样。 不过却有一样配料能够在昆明所有的烧烤桌上位列第一。 正所谓不以荤素论成败,一碗蘸水定乾坤。 无论哪家店的烧烤都必须经过他的洗礼。 文庙直街,一间最普通不过的以蘸水为名的烧烤小店。 店小却十八般武艺俱全。 店里聚集了一群年轻的创业者。 店主肖瑞不但能说一口流律的英语, 还把自己在大学期间学到的管理知识也系统地运用到小店里。 肖瑞和他一起创业的小伙伴觉得, 昆明发展到今天,应该诞生一家有故事,有前景, 将来还能风靡全国的烧烤店。 在他们看来,昆明的烧烤江湖是低成本创业的蓝海。 于是,一帮高学历的年轻人用尽所绝, 只为了调好一碗烧烤用的蘸水。 作为我们大学生,低成本创业,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还年轻。 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 我觉得最为用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跳出来看问题。 我们关注每一个细节, 关注用户的体验, 更注重的是品质。 小店的蘸水上桌之前都要通过测试。 烧豆腐海绵状的结构能均匀吸附蘸水。 每次蘸水调好, 萧瑞都要用质地均匀的烧豆腐做做测试。 这间小店调制的蘸水号称四大金刚。 看家的金刚非卢甫战水莫属。 对于昆明本地人, 衡量一家烧烤店断位的唯一指标, 几乎就是卢甫战水的好坏。 卢甫战水, 这是昆明人吃火锅传承百年最喜爱的传统战水。 如今昆明烧烤完整地继承了这个衣钵, 精华完全体现在一叠传统的卢甫战水里。 萧瑞的小店在卢甫上下足了功夫。 这里的卢甫选材讲究, 首先要选用品质上乘的多种卢甫。 每一种卢甫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 不同的风味之间既不能打架, 又不能相互抵消。 尝试过无数种搭配, 萧瑞和小伙伴们终于找到了特定的搭配比例。 为了增加卢甫的唇香, 调配蘸水时还得加入弱碱性的矿泉水。 混合好的卢甫汁外配一点香菜, 一叠诱人的卢甫蘸水完成。 这一叠蘸水足以征服八方十克。 把门的金刚是黄辣椒面。 黄辣椒面蘸水的主料, 采用研磨成粉的黄辣椒。 黄辣椒要事先烘焙。 经过烘焙, 会让黄辣椒里的芬芳物质 随着热力散发出来, 焦香尽现。 烘焙的黄辣椒再配以简单的盐, 花椒面和纯天然密质五香粉。 让这种蘸料独占熬头。 吃的时候, 黄辣椒面蘸水和来自建水的烧豆腐株连壁合。 烧豆腐蜻蜓点水般一蘸, 一口咬下去, 豆腐的香, 蘸水的辛辣, 瞬间迸发, 直击时刻的味蕾。 这冲击让爱好爽辣之人欲罢不能。 蒜油蘸水是这家店带着你的味蕾灯堂入室的威猛金刚。 罗平菜籽油炼制紫皮独头蒜。 只有这两种特定的食材双剑合璧, 才能炼成一叠压皱的蒜油蘸水。 炼制蒜油时, 火候必须把控得相当精准。 油温刚好把蒜香逼出。 防而不浇时, 蒜原有的新臭味换化为扑鼻蒜香。 这样的蒜油配以黄辣椒面, 入口难忘。 酱油小米辣蘸水是挑战食客味类极限的烈火金刚。 小米辣, 辣味钻心, 却又特别吸引人。 用酱油配以黄辣椒和小米辣, 不同的辣相生相克。 喜欢重口味的食客, 总离不开这浓郁和挑战极限的滋味。 这群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 就是在用这样一种不起眼的方式, 在昆明的烧烤江湖占有了一席之地, 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同时, 梦想着那片属于他们的未来。 夜幕降临, 烧烤摊上, 小酒一口, 蘸水一碟, 一串烧烤下肚, 这美妙的享受足以抚慰人心。 地域不同, 物产各异, 食材和配料的组合也就千变万化, 继而落地生根, 成为无数城市烧烤的专属特色。 循着烧烤而来的时刻, 各有各的故事, 但只要坐在烧烤摊前, 一瞬间就被拉回热闹红尘中。 一切烦恼似乎都随烟火散去, 只于满口至乡和这人间好声色。